我們是白蘇 我們是來自台大創意創業學成的一個團隊 接下來會跟你介紹我們在做的事情 這邊是我們的目錄 我們會首先先從痛點開始講起 我們第一部分想講的是 簡數已經推行了大概將近20年了 其實回收率很高 但是有大種類的塑膠垃圾 它在處理一端是棘手的問題 他們是我們常見的飲料杯上的塑膠薄膠袋或塑膠薄殼 像是蛋盒或是便當上蓋 這些被通稱為薄塑膠 它的厚度太薄重量太輕 所以大部分處理廠商不願意接收 最後仍然進到了粉花爐跟掩埋廠 因為我們知道塑膠在自然環境不會分解 所以在這樣不當的處理過程中 它們會碎片化形成大家用一個不可見的塑膠微粒 這樣隨著粉花爐跟掩埋廠 就洩漏到生態環境當中 再隨著食物鏈回到人體內 那減速仍然很重要 但是它需要民眾跟政府這邊 需要長時間的做出改變 那我們現階段的塑膠垃圾處理的方式 也是速度仍然趕不上塑膠垃圾產生的速度 所以我們不想要被動等待大環境的改變 所以目前我們真的在發展一項技術 就是用酵素來分解塑膠 希望讓塑膠能夠完全被再利用 所以藉此避免塑膠卸入到生態環境當中 那我們的產品內容的部分的話 是使用一種酵素叫做液質堆肥皂質分解酵素LCC 那這款酵素呢 它可以將PT材質的塑膠廢料 分解成原始的塑膠合成原料 也就是以二醇跟對本二甲酸 那麼考慮到目前技術的成熟度 以及目前不會再利用的塑膠種類 我們會先從PT這種材質的邊角料來進行著手 那這個酵素的效能呢 是在四小時之內可以將一頓分解90% 對 那與一般市面上的回收技術比較的話 酵素回收的這個技術 它所產生的再生塑膠品質相對更加優良 因為它可以變成原始的合成原料 那再來一點就是 酵素在作用之後 它在自然環境下會分解 所以它相對產生的這個再生塑膠 它比較不會有安全上的抑鬱 對 那當然它對環境影響度也是更高的 那接下來部分就是盡導目標課群的部分 那我們的目標課群大概一共有兩個 一個是政府單位 另外一個就是塑膠製造廠商 那我們知道其實在行政宣言環保署 在2020年有推出一個環保概率書 那這個環保概率書現在其實已經在 徵求廢棄物回收以及處理的研究計畫 並且在2030年中推動使用一定比例的再生產值 那一直在2050年推行物質圈循環 還有零廢棄的計畫 不過其實我們發現是在一定比例上面 其實法規上並沒有太嚴格的限制 那另外一個很大的目標課群的是目標製造廠商 沒想像錯了 塑膠製造廠商 咦?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塑膠製造的過程 其實一開始是將塑膠原料跟添加劑等攪拌混合 拉升收檢之後再進成半成品 然後透過組裝打包之後再送給下游的客戶 但在此同時期會產生邊角料 也就是沒有被利用完全的部分 那這些部分雖然可以它在碾碎再重新利用 但使用它們會影響產品的品質 所以使用我們的產品 也就是這個酵素的話 就可以直接將邊角料還原成最原始的塑膠原料 所以我們的產業模式主要會是直接將這個酵素販售給塑膠製造廠商 那它們可以在廠區內就直接利用這個酵素 將邊角料還原成最原始的塑膠原料 那我們主要有辦法做成這樣的產品 主要歸功於就是一位擅長微生物培養的名家同學 然後另外還有一位是擅長蛋白質成化的歡喜同學 那另外我們現在與太大研究室也有密切的合作 然後我們的技術顧問則是劉契德教授 那在未來規劃我們一定會做的是 酵素配方測試以及產品效能的測試 那透過丁博生液時 我也將一個機會就是訪問到 全台第一大塑膠包裝大廠近遠福 那陸續會想要再認識更多的相關的場上這樣子 那長期來講我們會舉辦一些教育策展的活動 那並且一定會進行酵素配方的油管 然後最後我們想強調的是就是塑膠製造產業 其實它現在依舊在風波發展中 但是這些垃圾跟這些浪費 就是依舊一直都會存在 所以我們認為一個能真正讓塑膠被重複利用的一個方法 是非常重要的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的願景 那想請問您就是 或許現在可以給我們一些想法 或者是直接進入我們的問題 嗯 因為這個好像Nature Research 是在去年的風眠網站 就是想怎麼用NZine去就是導致它的活性等等 所以我想這是很夯的題目 很多人在做這個題目 所以這個是一個構想 還是你們目前已經成功的做了一些POC 還是其實這些都還沒有 只是在最早的構想階段 嗯 還在實驗室的研發階段 OK 那但是用的技術就差不多是 我剛剛講的那些論文的同樣的技術 這樣 OK了解 好 那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等一下大概 我們面向問題來討論一下 那第一個面向 是有關於我們驗證市場的部分 嗯 就是我們在騷驗模式的部分 一直強調的優點是 分解單一材質的塑膠編角料 然後可以完成最原始的塑膠分子 並且可以提升在面塑膠品質 然後達到節省成本跟環保再利用 對 那以您觀點這樣子的提案 會對市場是具有吸引力的嗎 嗯 你強調編角料 主要是因為你不想要解決那個logistic 對不對 就是它到底中端產品 再拿回來這個成分 我們未來會想要解決 可是因為以我們目前的技術的酵素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只能分解單一的裝備 而且最重要是邊角料 它可能不會有印刷 或者是食品或藥品的殘留 所以是目前可能 就是酵素比較能夠沉潔的 確保這個酵素效能不會下降 這樣的一種 就是說除非你的末端使用者 自己會分類 自己會清洗 自己會拆標籤 那不然的話邊角料還是比較簡單 實際上是這樣 但是末端使用者這樣子的習慣 因為你們是在台灣嘛 你並不是跑去找別的國家 當作你們的驗證目標 可是在台灣 但是是有這個習慣 就是為什麼是好像說 大家一定不會做這些事呢 像主婦聯盟 他們最近 達了我們的 那個Buyin Power的特別講 就是因為他們其實共同購買 所以大家都會去 好比想說固定一陣子 就會回去那個提貨點 那去提貨點的時候 他就是鼓勵他們 祝福聯盟的社員 自己把就是標籤拆掉 然後把塑膠做分類 分類完之後回去 那所以他就解決那個 Logistics上面最困難的 比方想要清洗的那個部分 那那個部分做完之後 他們現在已經 當然做的是它變成塑膠顆粒 然後重新再製成 應該是洗衣精的外包裝吧 那所以那個當然 不是回到上游了 那個就是在中下游 去做循環 那但是 就是好像說 這邊一定清洗不了 好像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有一些 就是中後端的做法 那可以就是想請問一下 就是達摩爾 就是對於民眾的這一塊 清洗的回收分類的知識 就覺得是近年有來增加嗎 對啊我覺得有所提升 因為對大家來講 我稍微能夠參與一點點 我才有動機去了解 這個後面的科學原理 那如果你主要專注做編曉料的話 其實它社會教育 或者社會行動的成分是 可以說是零吧 因為消費者是完全看不到的 對 那我們現在很多在減塑的時候 是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全球化裡面 大家都可以幫忙 就好像說 還有離岸風機吧 大家都知道很棒 但是真正能夠去參與 離岸風機建制的人 可能就 就那麼一些專業者 但是 任何有屋頂 能夠做他們版 任何能夠節電 任何能夠裝智慧電表 可能單獨的來看 發電量可能 或節電量可能 沒有離岸風機那麼大 可是它無心之中 讓大家對於能力轉型 有進步的認識 所以它的社會價值 可以說是跟環境價值 是一樣重要 那如果你們專注做變角量 那也非常好 但它主要就是環境價值 它的社會價值 可能就沒有那麼高 這樣 好 謝謝會員 那我們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地圖還在開發 那就是 我們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才能把這個出版的效果 給開發出來 那有沒有建議 我們有什麼方式 可以提早 確認市場這個需求 或是說 有什麼可以就是 非研發型的 類型的活動 是我們可以去執行的 非研發類型的意思就是說 去做宣傳 去做應用 對 可能宣傳 或是去跟廠商 有一些確認市場的一些活動 我想當然你們接下來 就會做厲害關係人訪談 聽起來是這樣 所以我想重點還是 在這個厲害關係人訪談裡面 去確保說 如果有人已經做出 類似你們這樣子的應用的方式的話 那也許你立刻就可以轉成 就是可能推廣 或者是商務拓獎等等的這些做法 那但是如果都沒有的話 可能因為這個研究太新了等等 那或許你也可以去說 那你們自己的研究能量 可不可以專注在某一個 大家目前還沒有解決的那個側面 那才可以跟其他的研究 互相搭配 互相結合 所以我想其實先隨便吧 先類似像滾雪的時候 這樣子的訪談 先做一下 我覺得不一定要急著說 你們要到周春 什麼別的方面去 你們現在拿的這個方面 就已經拿好的 還是說以你們目前的研究能量 你們覺得說 這個探訓完結會很長 可能要十年才合成得出來 還是怎麼樣 基本上這個校數 就是它的校難要到很高的話 就是會需要做一些 而且還要避開專利的問題 然後還有很多考量 所以可能研發時間會不短 可能會至少需要幾年的時間 就是如果真的要到最後 能夠應用到市場這樣的話 對 所以 但是因為 就是像 薄塑膠的部分 我們知道回收率很高 但是 到最後他們還是會匯集到一個地點吧 那就是 沒辦法確保 我不知道就是有什麼辦法 可以確保說這些 收集到薄塑膠 它都是 或者是比較沒有印刷 或者是沒有 這些食品藥品的殘留之類的 或者是 因為 如果我們的技術能夠做到 把薄塑膠這一種類的 都可以分解的話 那當然是 我們最理想的願景這樣子 但是是因為目前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才 找到 確切的TA 確切的邊角藥 開始推行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先不管 繞過專利等等的事情 你們現在是已經有 在一些邊角藥上 實際亂過這一套流程 也已經有做過量化 說它可以緩衍成的 效率 多少 這部分還沒有 也都還沒有 那這樣有點太早了 我很難 我很難給什麼具體的建議 那再來的話就是 因為剛才有說到 就是 唐鳳委員覺得 我們應該還是先專注在我們的研發 跟放糖一些 類似的厲害的關係的公司上 因為我剛剛聽起來是說 你們研發現在在非常早的時間 對 你們現在拿著這個 研發的想法 去訪談厲害的關係 原來不做任何 預設的立場 說 一定要你 立刻 找到 就是 要過專利的方法 或者是找到直接應用的方式 你可以只拿著這個構想 就去訪談 這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並不是說要專注於研發 我是說 你現在不一定 立刻要走轉成什麼別的方式 那想問一下就是 如果假設研發 跟宣傳同步進行的話 那我們對宣傳的部分 有想就是 應該要 注重在什麼樣的消費者上 比如說TA 會是像是 一般免重 還是廠商為主 這樣子 你們的那個英文名字 取得很好 就是很有梗 對啊 所以 其實 我看那個英文名字 就是有一種 那種不允覺利的感覺 不是很清楚 後面是什麼技術 現在覺得蠻厲害的 對 對 所以我具體建議就是說 有很多類似的 它可能是用藝術 用設計 用各種各樣的方法 好比像說 有一個技術需要的性質 沒有那麼高的 它叫做Eco Bricks 就是去在塑膠瓶等等 裡面塞盡可能多的塑膠袋進去 對 那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對 對 所以它就是把我剛剛講的就是分類清洗拆標等等的這些活動 盡可能邀請民眾自己做到 然後把它弄成一塊一塊可以直接就是丟回回收循環裡面的磚頭這樣子 對 那 所以它就是鼓勵大家做這些事情 然後寄到他們下去 然後再去進循環來做 那這個其實你說它的量多大不可能很大 可是它是一個教育意義嘛 它讓大家的可能中小學的課堂就可以老師帶著學生做這些事情 那 極早的讓小孩知道說 因為這些是有循環的可能 那不是它一定是能分化 或之類的 所以我想這個也算是傳播吧 我剛剛講這個team叫做taiwonderful 就是taiwonderful 然後wonderful 但是歐改成al taiwonderful.org 那類似這樣子的 好像CirculePlus 有很多 就是鳳茶那個團隊等等 在台灣有很多就是這雙比較小的梗 它不是在想一向是展開非常大的量 但是讓大家想到有額外的可能性 這樣呢 所以我覺得你們的hashtag也不屬於他們 所以也可以考慮在這個角度上面去想說 你這邊的召喚的行動是什麼 這樣子 謝謝 好 那就是因為我們剛剛也有說到 就是我們的塑膠品質會比較優良 然後未來可能會想要跟一些企業社會 就是一些公司他們可能CSR部門做一些洽談 但是除了這兩個部分之外 你覺得就是目前廠商對我們產品還有沒有其他的誘因 就是停下來的話 不過你還是得跑出量化數據來 我剛剛說太早就是這個原因 對 因為你是拿著就是國外當然有一些論文的一個構想 但是如果我是廠商的話 我一定先問說 那它會不會在過程裡面有什麼別的副作用 好比像說造成額外的環境或社會負擔 那或者是說它的效率能源效率等等多好 但是這些都是要有量化數據才能夠進一步談的事情 所以我會建議說可能不是那麼早 就直接進入說就要簽約MOU什麼東西 可能還是把最小的科型方案至少POC吧 做到一個程度 當然也不一定要你們自己做 你們也可以找到技術的COSnet來做 那都OK的 好 那還想再多問一個問題是 就譬如說就是我們的量化數據出來的 對 但是我們要如何跟廠商說服就是說 這真的比他們介有的技術好 然後想問這個原因的 想問這個問題的原因其實是因為我們之前有訪談過 就是某一家就環保公司 然後他們是直接跟我們講說 台灣的塑膠技術就是非常成熟 它就是也不需要其他的技術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也想說那我們是不是有辦法去從 無論是成本面還是什麼東西去想 但是 可能也沒辦法查到相關的資料 就是 如果是 就關於成本的話 它也是內障 就是我們可以拿不到相關的 對 就可能也沒辦法拿到相關的資料 所以變相是說 我們不太知道 就算我們的量化數據出來了 但是 我們的優勢真的有比他們舊的優勢好嗎 因為他們會對自己舊有優勢的一些數據或成本 就是 就是 蠻保密的 對 當然 我了解這件事情 但是 如果我們不先做出這個POC 並且公佈我們的數據的話 那你也沒有一個根據可以說服它 你說保密只是說 它不讓你知道事實上你的產品已經比較好的而已 但是它自己作為 不管是做採購或者是它在供應裡面要做管理的人 如果外面有一個證明比較低的技術的話 那它的上下有這麼多人 因為台灣也不是只有一家在做 還是會有人覺得這是我的競爭優勢吧 對 所以不太可能說大家怎麼聯合壟斷型了 我們看我們現在的市場不是長在這個狀態 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比較好的技術 那這麼多家廠商 尤其市占率稍微比較小的那些 那可能就會覺得說 這個技術是它的一個 Differentiator 是它的一個可以去跟其他人區別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倒不是說 好像你一下子就要跟某一家說 你要把數據公佈出來 反而是說你先把你自己這邊的研究弄到 不一定也能進階之 至少行內階之吧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想要問比較關於政策方面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剛好提到一些政策的法案 那可是我們目前所查到的資料中 並沒有一個具體的法案 就是大部分都是企業專制 我約束說大家要用多少比例的再生的塑膠 好像那個包裝材就是網坡包裝有啊 可以說是它嗎 然後慢慢怎麼講 嗯就是除了這個之外 有沒有其他就是未來會對於其他塑膠產品有強制的違反 嗯我想這都是環包書的工作 這個是要要往環包書 那有些也是要看目前市場能夠接受的程度 簡單來講如果成本比較低的話 那環包書就感定的比較aggressive 如果現在成本都很高的話 那環包書就不一定會做到那麼aggressive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可以直接問環包書 好 然後再來的話是我們想問就是從政府的角度的話 目前塑膠業者對於環保相關的企業轉型上的態度 就是有沒有什麼樣的觀察 嗯我覺得當然台灣材料科學是很強的嘛 我們在社會創新平台上面也有很多 呃你只要找環保 大概就可以找到 呃在做這方面的 好比像說像有一個叫呃齊灰環保嘛 齊是這個 齊灰環保更新 就是我們社創平台 我剛剛就是用環保找一下就找到了 那它的做法就是用一個溶劑 那尤其是在呃 呃離島 那離島如果是整槍整槍的保麗龍的話 它的回收層層層比較高嘛 所以他們就用一個溶劑 然後呃 而且就是它是可以回收95%左右的溶劑 可以重複使用 然後大幅縮減來一個保麗龍的體積 所以呃運回來處理就變得相當的容易 那一公斤的話大概可以 再生料的話大概1.3多公斤的碳排放量 就可以省下來 對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好處是說 大家都很願意試這樣子的新的東西 那大家也不覺得說好像塑膠就一定是 最終沒有辦法回收的 其實台灣連玻璃都回收 所以其實在全世界來看是 是蠻適合做像你們這樣子研究的地方 因為大家會願意付出一點點力氣 去讓它變得更容易回收 不管是在你們現在在做的上油 或者是剛剛講的中下油這些地方 好 那因為再來是因為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 目前有環保科技公司會利用這些塑膠來做 重複利用的部分 但是因為前陣子中國開始禁止海外垃圾的進口 所以好像有部分的塑膠垃圾會轉移到台灣 導致台灣的塑膠垃圾的進口量提高 那這樣的話會不會排擠到國內塑膠垃圾的處理量 或是對塑膠再生回收會不會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不過我覺得就是當它的規模變大的時候 一般來講就是在促成我們的金屬規模化 因為當它的規模量一大 那你如果單位成本能夠處理的量是更大的 那你就可以去化比較多的這個input的量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現在都是在實驗室裡 那當然就可以覺得說一下子處理不了 但是現在感覺上只是處理的時候多省錢的差別而已 它比較是就是有很多個player 那每個player可以處理到一部分等等 所以我覺得目前倒不一定到這麼就是好像危機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就跟大氣中的二氧化團是不一樣的狀況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好 那這個也有很多就是新的團隊可以進入的地方 因為只要你能夠就算是少一分錢吧每公斤 那也很值得就是大家去做投資當有這個量的時候 OK好 然後再來是因為我們剛才的簡報有提到說 2030年的循環經濟的目標跟白皮書 對 而且有大力的事實減速的政策 但目前就是以我們看來的話 塑膠用量還是持續的提高 可能是因為有一些產業像原購外售的心情 那再想要問一下這方面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難和挑戰會是什麼 然後下一步的計畫或者推動改革方向大概會是哪個方向 我想在疫情嚴峻的時候 先不講我們戴著這個也就是比較 那在疫情嚴峻的時候大家多少還是會擔心 好比上說我們之前推了很久的就是非一次性餐具 重複清洗等等 其實大部分的研究都是說我們用標準的清洗方式包含鋼鐵筷子等等 那其實是沒有什麼染疫的風險 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實重點不是他有沒有風險 他感覺安不安心 所以在疫情比較嚴峻的時候我們也看到說 環保署本來在推的這些包含塑膠習慣就是內容金融等等 是有roll back 因為大家真的是很擔心 對那roll back一陣子大家發現說好像也還好 之後現在又回來了 回到疫情以前的就是逐步金融的這個政策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在社會溝通上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尤其台灣很久以前有過A肝的就是大家對於這些塑膠它能夠保持大家的健康 我覺得動靜來讓他們有一樣的安心的感覺 不會覺得說好像回收的塑膠就比較難保障這個食品安全 或者是說邊角料回收之後它品質不會下降 那或者是說我們如果用別的材質來做吸管或者什麼筷子或什麼的話 它只要恰當的清醒或恰當的製造 它一樣可以保障我們的健康等等 那這些訊息都要很準確的傳遞出去 我覺得才不會就是疫情一上來 大家就好像又往回退一步 因為也有可能SARS2.0就是現在的COVID會 其實現在可能已經2.5被它斷了 一直在初心吧 那也不是沒有可能它會流感化 那流感化就是等於每年都要再追加一劑疫苗的 就是更新病毒的這個情況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減塑在就是假設這個流感化的話 那我們總不能說每年都進幾步 進步進幾步退幾步 所以這方面的社會溝通我覺得是特別重要現在 好 謝謝 那有關於就是我們剛才上述提到政策之外 就是有沒有什麼 您知道可以有關於我們產品或有關聯的政策可以幫助 嗯 當然我覺得因為你們現在還在構想階段 所以如果你到社會創新平台按探消息 按政府資源幾乎所有的政策都可以幫助你們 包含交易部的如果是USR或者是USART 嗯 的話這兩支是最最基本一定可以幫助到的 那但是接下來就要看你們要往哪一個方向去發展嘛 如果是往經濟部的那個體系 那慢慢的從中小企業處到商業司 如果你是服務導向一路到工業局甚至到技術處都有一些相關的 如果你們要就是以研發跟工業應用作為重點的話 那反過來講就是如果你想要組織更多人來投入這樣子的活動的話 那可能農委會水報局啊可能文化部啊可能很多甚至包含內政部關於合作社 剛剛講到支付聯盟就是一個小的合作社 或者是原住民族相關的合作社輔導小組 那甚至剛剛講到一些藝術介入的這些部分 那就有很多別的部位的資源可以去使用 所以我想這還是要看你們的路徑 你們在發展的路徑到底是技術專屬的技術呢 還是中間也有多一些倡議呢或者倡議後來又可以變成就是比較社會性的行動呢等等 那所以這是一些的不同 反正在社會中心平台和消息和政府資源大概就是有很詳細的分類 包含承判人他會希望看什麼他的聯絡電話等等都可以打電話去網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會比較想要問回收端的面向 就是目前回收端薄塑膠的處理問題是因為他回收成 成本過高效益過低嘛 那想問團部門對這方面的有什麼樣的看法 對於薄塑膠類 不好意思 你在講的是說投入這個想要賺錢的人 他一時半刻之間好像那個利潤比較低 對 那但我剛剛講的不管是教育行動 文化行動和合作行動等等 他本來目的就不是賺錢 他的目的是發起某種新的生活形態 或者是去做某種倡議 那所以賺錢與否好像 不是重點 因為這個就是 新客港裡面的某個實作 探究生化等等的這個學習 我想老師也不是為了賺錢 才做這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一個東西它還沒有經濟規模的時候 它在台灣可以走另外一條路 就是社會創新的路徑 必要的營運成本透過群木或什麼方式來處理掉 那但是所有的價值幾乎都是往社會 環境價值這邊來走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證明一個可行的模式 那當然有一天它成本夠低了 它就會變成一個商業模式 但在此之前完全靠群木等等的方式 還是可以支持它走相當長一段時間 但是我們其實有另外一個困難點是 就是假設我們舉辦的這些工作坊 跟民眾做一些拆解塑膠的 比如說收集塑膠膜 但是這些膜我們現在沒辦法處理 所以可能最後它還是會進入到焚燒的部分 那這一段的話民眾會不會覺得說 就是他們做那麼多的回收 但是最後都還進入到焚燒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你的技術是一部分 但是另外一部分是說 它還是可以做成別的東西嘛 好比像說 像剛剛這個二家五的這個 祝福聯盟的這個行動 那他們的做法就是 其實它就是要它的終端做這五件事情 那做完這五件事情 它就保證它可以用塑膠碎片 它不是往最前端 因為他們也沒有這個技術 但是至少可以做到變成另外一個包裝品嘛 所以你不能一路回到最前端 不表示你什麼都不能做 你可以往前走 一兩步雖然不能走到最前面 這樣子 那它不一定都是upcycling 但是有些可以做成藝術品啊 好比像說我這件衣服 就是回收的保特品 那所以它也不是回到最前端嘛 但是它變成金融布料 那事實上還賣比較貴 所以叫upcycling 這個是新材的那個就是它叫咖啡沙 防沙的沙 那所以像這些都沒有回到最前端 但是還是很多人在做 所以不管是往就是生活的部分 或者是往這個已經算史上吧 藝術的部分 我覺得都還是有很多別的用法可以用 就算你們目前的研發還沒有完成 好那就接下來會想問就是政府目前跟回收業者的合作模式大概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查農商的法條跟資料 大概有一些對於回收業者的補助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未來可以從回收業者的哪一個環節切入 然後並且進行合作 不過這個是 就是 就已經是變成是你們要開始定價你們的服務的時候才 所以這個有點後面 對 因為現在問這個是假設說你已經有產品或服務可以提供了 對 那所以你想要找到一個就是 對它來講進入成本最小 因為某些成本可能已經被政府吸收掉的地方 但是就像我剛才講 你現在如果沒有電話數據去算說 它一分錢可以創造多少環境效益 以及可以省到幾分錢的話 那現在我跟你說就是哪些 會收個體的業者補助或系統性的補助或什麼 你也沒有辦法用啊 那等到你能用的時候 說不定這些都已經改了 所以我覺得因為剛剛我聽到的是說 短期之內還不一定能夠都繞過專利 或者是都做到POC 所以我覺得這個現在看這個的意義並不大 好的 好的 好 那對於就是剛剛唐鳳委員提到很多就是 其他社會創新的資源的部分 對 那如果是對於技術的部分的話 政府有關於這類的技術的 當然有科技部有很多的計畫 但是那個就是純粹對於產業用得到的研究的一些 不管是產學啊或者是一些補助的計畫等等 那但是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在大學應該比我還要更熟悉才對喔 那而且你們大學產學也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是覺得我這邊並沒有特別覺得說好像一定要去用哪一支計畫 而是說你們的不管是指導教授或者是你們可以聯繫到的就是天使群們等等 那他們覺得哪一支計畫好用 那你就直接去找哪一支計畫的窗口看這樣子 OK 好 那我想問一下唐鳳委員之前有沒有聽過就是有學界研發發展 然後擴展到業界應用的相關的案例 你說回收技術嗎 不是 就主要的話是回收技術 當然我們現在在用的一切都是本來學界出來的嘛 現在只是說它是不是台灣的本身的研發的成果 還是說它是國外然後進行技轉 因為很多都是可能我們這邊去執行一些國外的技術 然後慢慢的做到技術轉移的這個方式 那但是我會覺得你們現在的這個case跟傳統的技轉 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這個它畢竟不是已經跟某個技術很厲害的在合作 不是說你是某家公司的lab 因為大部分的情況都是你是某家公司的lab 它已經有個明確的研究方向 那你只是在這個中間幫它攻克一些難關等等這樣 但是目前聽起來你們是自己想到這整套主義 而不是說你是某一家大的回收公司 或國際的平台的一個研究點嘛 研究站 所以我覺得就是當然你可以去參考一下這邊 其他的回收業者他們的技術哪裡來的這些故事 但是我覺得這個在你們找到一個技術夥伴以前 或者是一個比較讓你能夠驗證這個場域的夥伴以前 那這個對你的參考價值會比較人性 那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國外目前其實有在用 就是像法國有一家公司來用 對啊 但那如果就是我們有些 就會建議我們會不會是直接去跟他們進行合作 對人家就一封email就會聯絡得到 對 就是與他們直接進行合作會比較好 對 還是我們自己研發 像之前有過FYE這個做鞋子的公司要來找過我嘛 那他們最早也是跟法國啊 法國他們就是去研發 不管是用把現有的鞋子 因為他們設計出鞋子完全沒有金屬部件嘛 所以就是把這個鞋子它可以整個融掉 是這樣融掉嘛 反正總之就是它可以重塑成另外一雙鞋子 或者是它用回收的牛仔布又可以再拼成一雙鞋子等等的這個做法 那所以它等於就是技術合作夥伴 但是甚至一開始那個貨櫃的那些回收料都是直接從法國寄過來 所以他們等於是出他們製寫的技術 但是就是回收的這整套流程等等 是法國那邊已經建立好的 它只是在這邊執行然後做出一個品牌而已等等 但是我覺得這都是要case by case time 你寫個email去給法國或其他國家以前 其實你也不會知道說它現在卡在哪裡 通電在哪裡等等 所以我覺得就是看你的國際夥伴需要什麼 那你這邊補得上那就合作嘛 如果補不上那送給你幫他再找其他補得上的人等等 這樣 那再來就是比較開放式的問題 就是比較 就是第一個的話會想要問的是就是除了運用得到塑膠產業之外 有沒有其他是塑膠就不會用到塑膠產業 有可能會跟我們有相關的合作 這個不是很懂 因為你們做的就是塑膠在利用 所以你說能有哪些也用得到enzyme 還是也用得到什麼 我現在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 我覺得有可能是如果我們想要跟教育結合 然後辦相類似工作方 那會不會有其他可能跟塑膠產業沒有關聯的 也會對我們這個技術或是我們辦這樣的活動會有興趣 那應該是會吧 就是像我們在社創平台你如果按這個專題 然後它有一個循環減鎖嘛 那你如果按循環減鎖就可以看到說 當然裡面有一些科技相關的公司 但是也有一些它其實已經是到 就是你們剛剛講到辦公做方啊 教育啊等等 它已經有一些直接接觸到末端的方式 直接接觸到中端的方式 就是2C的方式吧 所以我會具體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在社會創新平台按度專題按循環減鎖 它其實底下就有幾個你們可以直接聯絡的人 那這個時候當然他們各自都有各自在推的東西 像就是寶特代碼或者是仁舟 仁舟當然也比較有聽話等等 所以如果你現在想要轉成說 就是以教育啊倡議啊等等這一部分的話 那當然你們也可以 本來是理論上是做他們的上游 但是你也可以移到下游去做 那當然也都可以做完全看你們 謝謝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因為我們剛剛問了很多問題嘛 對 那他們有沒有什麼問題對我 就是想問我們 或是有沒有發現我們有一些什麼 是需要被解決 可是我們並沒有就是在報告 或是剛剛訪問中 你們自己有回收塑膠的習慣嗎 你們自己有回收塑膠的習慣嗎 就是平常生活中 就是做分類 對啊就是 對啊或者是像剛剛講到就是定期參與一些回收的行動啊 之類的 基本 就是基本上有分類這樣 分類之外有跟我剛剛講到這些就是有定期參與回收的一些行動 我不一定是在場驚嘆 但是就是說一群人一起做的這件事情 有聯繫嗎 他們兩位 對 他們兩位比較有 比較有 那所以這個是你們當初跳這個題目的原因嗎 我就很好奇 要不要講一下當初選對的題目的想法 就是一直在關注環保引體 那本身又是學生物技術的 然後發現有一個這樣的 要說前陣子是非常紅 包括它就是各種昆蟲或是小樹都可以分解 非常紅的一個地方 對對對 所以就希望能夠投入到這方面 而且發現就是還沒有很多人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想要實際來運用自己所學在這方面上 對 很棒 但是這技術非常粗節 嗯 對啊 我們有什麼別的 其實大家可能聽得出來 我一開始在建議的方向都是說 去跟已經在投入這些社會行動的人 建立更良好的護線 因為你們這邊當然有一些新興的狀況 你們會了解包含國際的等等 那但是國內的朋友他可能一開始需要的 其實是讓定期參與回收的人數增加 這個很簡單的社會影響力指標 那所以你們在學的這些 如果它是一個梗 因為我真的學你們那個梗很棒的那個hashtag 對 如果這個梗 多少對這個也有幫助 那從既有的player來看 就比較願意跟你們分享他實際的狀況 實際的痛點等等 那但是如果你們自己做自己的 那也只是最後可能 甚至申請你們自己的專利等等 那就跟現在這邊 就是在社會影響力這邊 比較沒有關係 雖然漢堡價值是一樣的 那會有點可惜啦 所以我具體建議就是說 也許可以把這個梗 轉化成一些他們現在就可以用的東西 這樣 目前我們訪談內容 列的大概 問題還是在這邊 大家有沒有想問 很棒的問題 都是很棒的問題 謝謝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想知道的 那我問一個 我想問好了 可是有關於就是 比較關於心態方面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技術可能研究需要 蠻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們就有點在想說 就是不是技術背景的人 可以投入到哪一些事上去 對 就除了 就是譬如說跟社會的 一些綠色聯邦們組織合作 可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就是有點奔頭的感覺 不會啊 我想教科文 或現在加上樹 都是一樣的 就是 他本來目的就是要 喚起大家 可以做什麼 就做什麼的這個行動 所以就算你只是啟發 更多人願意來做 這方面的研究 科普 這個也很重要 像我們這邊的營運團隊 叫樹融化協會嘛 那他們弄 幹科學或者弄 Npost 也 那也是其實 嚴格來講 這種社會組織的技術 也是技術啊 它也是社會科學的應用嘛 不是說只有自然科學 才是科學嘛 對那所以我覺得說 大家以前想到科技的時候 都想到自然科學 產業技術 那當然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社會科學 組織的技術 這個也非常重要 那我們在社創這邊 就是希望說 這能夠互相加強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這邊的進駐團隊 是一半是新創 那比較做的就是 產業這邊產發 那另外一邊是社創 它不一定是新創 但是它做的 就是非常想社會組織的工作 那這兩個聯合輔導 所以雙方都會往彼此去學到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OK 好 謝謝他們 沒有問題 大家有想要問嗎 那我們目前 今天放餐就大概到這 很棒 那希望 謝謝 之後可以再跟他們問一連絡 當然 沒有問題 謝謝 謝謝